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案子的一个主要的设计的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从我们跟一对夫妻认识之后 知道这个家庭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 然后感情都非常好 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非常喜欢木头 在我脑袋里面一直思考说 我给他们这个房子用怎么样的意象跟主题的时候 就出现那个树的年轮的这个概念 因为树的年轮的概念呢 其实它也代表出了家人的同情 另外它的不同走向的剖面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很延续 就像一种家庭跟生命的延续感 想欣赏更多谈熟镜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